诺诺诺 台长 我想问问问问我 我心理反省也一年多了 就问你来带我的 我想让台长给我提拆给你们 我的缺点 你的缺点你自己不知道啊 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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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得来不好好念呐 就这么简单 是啊 你不能这样的啊 嘴巴还不能乱讲话 我想台长上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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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going on? 嘴巴不要乱讲话 比你念经文都好 一边这里念经文 一边嘴巴乱讲话会有漏的 那你不是白念了吗 你听得懂吗 好的 因为念经的人 因为念经的人啊 他只要一动口 天上都会知道 他念经的时候跟菩萨接上气了 那么他不念经的时候 他嘴巴乱讲话的时候 天上气场都相接的嘛 都知道 所以就很容易 很容易把你记上名字 你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我知道 所以以后真的不要发脾气啊 不开心啊 因为你发脾气不开心 还是很厉害的 好的好的 否则的话 你修一年两年都没用 很多人修来修去 修到后来就是不好嘛 你听得懂吗 懂懂懂 好的 自己 等一下啊 他再等一下啊 嗯 排长你好 第一次给你请啊 嗯 嗯 当然感谢你那个 我妈妈妈开始 因为我妈妈就是嘴巴一直呱呱呱呱 讲话的 而且发脾气发的很厉害的 嗯 所以就是这次有这个颜色让台长 说一说我妈妈 嗯 嗯 他这样的话 时间长的话 他就是说念经没效果 还有小事情 到了晚年的时候 身体会一叉糊涂的 明白了吗 嗯 所以胃差好呀 都是胃差好呀 嗯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台长 开始 我妈妈妈妈妈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